啊,我尴尬地问出声,后面几个女保镖马上露出了不渝的神色,可能他们觉得我很不识相吧,乔向云走过来在我脖子上拍了一下,低声说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,必须听从韩锦绣的要求。 我咽了口唾沫,这有钱有势的女人,都是这么放得开吗?上拖,那我只好拖了。在工地、厨房、理发方等地方混迹很久,因为我有多少知识,我早都忘得差不多了,但是单纯地修自己身材,我还是拿得出手的。 脱掉外套,我那肌肉显露了出来,是拼命干活攒起来的,所以不是健身房那些吃蛋白质粉的垃圾肌肉能比的,全都是真家伙。 不错,韩锦绣抱着胸,从鼻孔里面闷哼一声,都好像是在反讽我一样,他没有拒绝,那下面也脱。 我先脱了鞋,那皮靴都还叶子带给我的,上千块呢。 脱了皮鞋,再脱裤子,当我把裤子脱下来的时候,我还真听到一群女人的惊呼声。 没什么,我这裤裆是有点雄伟,小时候牛羊肾脏吃得多吧,这方面锻炼得还真是不错。 把这套衣服穿上你保镖,送过来了一套衣服,是新的西装,不是完全合身,但是绝对不便宜。 捏了捏我腰上的肉,韩锦绣貌似是勉强接受了我,对叶子说, 这次的事情,谁也不要说,说完,一只手拉着我的胳膊,然后就出去了。 被一高个美女抓着手,是诱惑的体验,但是我人生里的俩高个美女,但没给我太好的体验啊。 前面那个是萧冰玉,一米八,天生瘦身,活像个小老虎。 第二个就是韩锦绣,但她不瘦。 看着她手上难以掩饰的茧子,我发现她是个恋家子。 这他妈的,万一我在催乳的时候,手刚摸上去,就被一肘子干翻怎么办? 说到催乳,我突然发现,韩锦绣这身材,胸不大不小,又C或者C加了吧? 按理说,应该抖两下吧? 这走路的时候也没有抖啊,该不会,已经病得很严重了吧? 难道就跟沈沐营一样,也因为名誉,不敢去治疗吗? 我很奇怪,不过等我随着她走过密道之后,我彻底惊讶了。 这个地方,不是一个夕阳式的建筑会所吗? 怎么里面还留着一个中式的房间? 这屋子,怎么看都有一股子,鸿门三合会拜把子点香糖的地方。 韩锦绣拉着我,静止走到了一个屋子里。 大姐,那边有事,这老房子一样的门外,突然有个女的这样说。 我看韩锦绣说,稍等然后,韩锦绣就让我坐到了床上,她独自出门去了。 我站在床边,我却突然听到了门外面韩锦绣低沉气恼的声音。 哼,韩德公还真胆啊,居然想在今天动手,她以为她是谁。 哎哟,大姐,老大,突然,韩锦绣好像非常难受似的,倒在了地上,又或者,只是半跪着跪在地上。 我听不太清楚,但是我不敢再多挪动几步,我怕韩锦绣听见。 无妨,我已经找办法解决了,你们在门口站着,等我收拾好了,我要把那个王八蛋灌上水泥。 沉到班勺江里去,韩锦绣的声线不硬朗,带着股空灵,但当她说出这些狠话的时候,我也是后背发凉。 她家里,不会是在吴松市势力很大,一直都是顶级门阀的鸿门后代吧。 我握着拳头,绷紧了心情,我要是弄不好,也会被关上水泥,扔进班勺江吗? 嫂子呢?家家呢? 过了几分钟,韩锦绣面色冷淡地走到了屋子里。 来吧,韩锦绣面对着我,坐到了床边,需要我脱衣服吗? 韩锦绣正言立色,让我感觉压力很大。 不过,不管怎么说,这一刻我才是占据主动的一方。 我突然想起了给烟纷纷脆弱的时候,当时我听说她是一个性冷淡的女人,还是养生管的经理,不也头疼都不行吗? 最后靠我的技术,不也成功了吗? 不,与其说靠我的技术,不如说我现在就是靠我是个男人的荷尔蒙吗? 这次,差不多也是这样吧? 我对韩锦绣点头说,是啊。 虽然说了很多次,但是吧,我还是说一遍吧。 脆弱这个事情,第一是为了健康,我也看不见什么东西。 所以,不必因为我是个男人而顾虑。 女人胸部受到损伤的话,是很难受的,我说这话,自己都有点舌头打结。 生怕韩锦绣一拳头打上门,还好,韩锦绣不是完全不讲道理的人。 她点头,解开上身的西装,扔掉衬衣,露出了她用绷带裹着的胸部,没有用胸罩。 我眉头一皱,本能性地感觉到了,有一丝棘手。 看你的表情,难道你发现了什么? 韩锦绣,眼神一瞪,我差点露线。 还好,伪装了这么久,我也有经验了。 不,我指了指自己的耳朵,乱找理由地说,是这样的。 我虽然看不见了,但是我的耳朵很灵敏,倒不如说变得更灵敏了。 所以,我听到没有衬衣和胸罩摩擦的声音的时候, 我就感觉,是不是更严重了,带胸罩都感觉难受呢? 这样的情况,我以前也遇到过,我感蒙补充。 这个我瞎几把想出来的理由,其实也是个一戳就破的谎言。 但是,不知道为什么,每个听过我这么说的女人,居然都信以为真。 也是啊,我记得我也看过相关的报道,失去了一个器官之后, 其他的器官会更加的灵敏,韩锦绣地点头,等于她接受了我的理由。 我紧张地说,那请您,先躺下,等韩锦绣躺下后,我搬来椅子,坐在床前。 韩锦绣的身体,真的非常好,非常结实。 有一种健身房女人的美感,马甲线相当地漂亮,胸口也是相当好看。 只是可惜的是,我发现她的胸口问题也有点严重啊,严正和沈慕盈相似,但更加棘手。 这种程度,早就该去医院了吧。 我颤抖她,把手按了上去,看着韩锦绣的表情瞬间有些凝固,我强忍着慌张,语气沉重地说,这种程度该去医院了吧。 撒,韩锦绣瞬间抓住了我的脖子,不要说出去,你应该知道后果吧,韩锦绣的桃花也一闪,我赶忙点头说,当然,不过要我来的话,会很麻烦。 还请您能忍住,我说着,心里面有一种一个女神躺在我的身前,而我马上就要亵渎她的身体的感觉,这让我既有一种激动,就觉得特别刺激。 就好像是在踩毒木桥,如果过去了,就非常的舒服,如果一不小心踩她了,我就要淹死在河里。 我的手轻轻抚摸着韩锦绣的胸部,但是因为胸部的乳腺炎症,已经过了活,这只会让她觉得更加难受。 韩锦绣表情不渝,她使劲地咬着自己的牙,并一只手似乎因为无法忍耐,突然抓住了我的胳膊,握紧了我的手臂。 很完美的,一个碗形的胸部,韩锦绣大概是经常练舞吧,胸部这个没得挑。 不软,很有柔腻的质感,弹性很好,配上她性感的马甲线。 如果是别的男人,不知道韩锦绣的背景的话,恐怕会直接,不,一定会直接地冲上去,在韩锦绣身上为所欲为吧。 可是,见识了韩家的能量,我可没那个胆子。 我的手指头抬起来往上,绕过那些血红的细丝,抓到了韩锦绣的粉红色的可爱上。 这里痛吗? 我的手指头绕着可爱好几圈,然后在上面发现了几处比较严重的肿块。 韩锦绣一声闷哼,脸色开始发红。 我看韩锦绣红红的脸颊,忽然想起来,烟纷纷是性冷淡,那是天生的。 而韩锦绣呢,韩锦绣的身体肯定是很正常的。 那么这么来说,我的动作反而更能够让她感受到男人的荷尔蒙啊。 男人诱惑女人的荷尔蒙,这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。 明明女人和男人差距没那么大,结果男性催辱师为女性催辱,常常能够超额完成任务。 而女催辱师,不管费多大的力气,因为天生的问题,就总是只能作为行业底层人员,收入不如男性。 想到这里,我拿出了更多的力气,既然韩锦绣会对男人的手感兴趣。 那么,不就说明,我可以靠崔晴这个偏门邪道的办法,让韩锦绣发青,慢慢疏通开乳线吗? 这里舒服吗?我抓着韩锦绣的胸部,在那里绕圈。 不,不,见鬼,我推演了一下唾沫。 韩锦绣,好像有点撑不住了,她小声地呼喊着,好似在呼救,又好似在呼唤我这个男人,做一个真正男人,该做的事情,而不是在门外面,绕圈圈。 那个,韩小姐,这里舒服吗?我再次点了点小可爱的顶部。 那微微的刺激感,被一个陌生的男人,拿捏着自己的要害。 而且,欲去欲求,让她摸来摸去,还口头问个不停的刺激感。 女人最能理解,被陌生的人捏着那里,韩锦绣,有点忍受不住。 我问了两次,韩锦绣才说,还,还行。 不是很疼,那问题依然是处在其他地方了,最麻烦的,就是乳线导管阻塞了。 韩姐,希望您能忍一下,一会儿帮您调理乳线位置,可能会很疼,左右着着。 我看到一根木棍,拿出来裹上布,然后递给了韩锦绣。 韩锦绣似乎没想到,我会给她这样的东西。 她想来想去,最后还是接受了。 她擒着小木棍,让我给她疏通胸部,可能是因为我脑洞太大,如果刚刚把那假的玩意儿查找一下对应位置。 那我岂不是等于,把一个男人的那玩意,塞到了韩锦绣的嘴里。 想到这里,我的心,陡然火热了起来,不知道为什么, 突然很想把韩锦绣就地给伴了。 啊,韩锦绣似乎无法忍受,嗓音突然高了两度。 看她疼得厉害,我调理乳线导管的时候,就没有敢用太大的力气。 用力,再用力。 韩锦绣对于自己像我赤裸着上身的样子,似乎没什么感觉, 反而让我快点帮她解决问题。 我知道为什么乔香云说今天晚上一定要完成她所有的要求了。 刚刚我在外面,可是听到了,今天有一个韩家的叛徒要回来的事儿吧。 想到这里,我突然意识到,我好像被卷入了一个不得了的事情之中。 赶紧让手上的动作越发轻柔,转过来,我开始刺激韩锦绣的小可爱。 这是一种非常取巧的办法,韩锦绣的乳线问题有点严重, 我得换个门路,呼吃,呼吃,过了一小会儿。 韩锦绣这会儿躺在床上,眉眼如丝, 她的呼吸声越来越急促,越来越有力, 我再挑了一眼,她的脸颊已经冒出了粉红色。 一副随时欢迎我的意思,不会吧? 难道我的按摩,让韩锦绣真的来感觉了? 我厚着脸皮擦了擦汗,还特意闻了一下我的汗, 没有什么味道啊,那烟纷纷这是,怎么中的招啊? 难道,就因为我给她抚摸了胸部, 然后,就顺理成章地,把感觉都收集起来了吗? 然后,就开始有那个的意思了吗? 我不知道,不过这种感觉, 我差点以为,我是哪个窑子里的座谈男技术人员了。 让客人纷纷达到巅峰级了, 在性质上来说,可能不一样, 但是在行为上来说,还真没啥差别, 你,你慢点,躺在床上的韩锦绣, 在我面前,终于露出了她真正的面纱。 她微微一笑, 水盈盈的大眼睛就勾走了我的一层魂魄, 我听她的话,微微慢了一点, 然后继续开始催促血管, 让血管和乳腺导管都不再堵塞。 不一会儿,我终于在韩锦绣的小可爱上, 看到了一点点的乳质。 好,有戏, 我对韩锦绣说, 韩小姐,冒犯了, 我这一刻,好像加藤衣一样, 加快了手指上面的动作, 还是快点把这个事情解决吧, 我可不想走着走着, 突然就被一枪一枪毙了。 但是韩锦绣却抓着起我的袖子, 对我说, 有没有更快的办法, 有倒是有, 我就摸了摸我的嘴唇, 我亲自用嘴的话, 那就更快了, 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